Hello, 大家好, 我是Garion 欢迎来到Garion4Hotel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下钟仔 这一条新片, YouTube 会通知你们 希望大家会给我的影片赞订阅 让我的影片的资讯通知给更多观众 今天想和大家集中说 究竟哪一张最新的RTX Super系列的Graphic Card 是对我们的AI绘图 最近NVIDIA 推出了一系列的4000 Super GPU 不同的Super GPU, 有它自己独特的特点 先和大家看看SPEC 先和大家看看RTX 4070 Super 和它没有Super系列有什么分别 你会看到比较重要的AI计算 包括Cuda Core 还有Tensor Core 这两个其实都有明显的增幅 增加了差不多21% 但是Free RAM 或者 Graphic Card Memory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没有变化的 即是4070的用家 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说是 完全是在培训方面 或者Training 方面 没有什么特别好到的 12GB 其实都有一定的能力 去做简单的培训 绘图方面 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 唯独就是说它的耗电量 是增加了10%的 这件事其实对我来说 因为尤其是AI计图 是相对需要做很大量的计算 这件事是有少许底的 但是总耗电量不算过分的 好了, 接着就和大家看看 这个叫做RTX 4070 Ti Super和没有Super的分别 它这里的Cuda Core和AI的Tensor Core 就不是真的增加了很多 增加了10% 耗电量几乎是一样的 即是说如果你是做AI计图 TI Super和TI的分别 就不会太明显 但有一件事值得注意 最重要是在Training 方面 就有利益很多 因为新版本是有16GB 接着到一个再高级的型号 4080 Super和没有Super 它这里的AI Core 增长更加少 是5-7.5G V-RAM方面也没有增加 看完所有刚才的基本 spec 有点满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表 究竟那些Super和没有Super 分别了多大 这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你会看到 如果你是4070 旧版本 比起这个4070 Super 它这个增幅 其实你看到也挺明显的 因为第一个基数小 加了100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这么说 是挺值得 是抵买一点 这个位置 这个跳得比较抵一点 4070 TI和4070 TI Super 你会看到这个增幅 就相对小很多 只有50几 而最后那个 叫做4080 Super和4080 你会看到增幅大约110几 即是说 如果你仔细点留意这一堆 叫SPEC 相对最底的增幅 就是叫做4070 Super 4070 TI Super 增幅不是太明显 4080当然它比较高级 增幅也比较明显 以上所有的数据 都是一个YouTube channel 叫做Linux Tech Tips 提供出来的 有兴趣可以在描述 找回它详细的评论 评论里面 不止谈AI的Performance 有谈论其他 当然最重要 买得这些Graphic Card 要打相机 打相机方面有什么好处 有没有好处呢 可以看回它的片 这里就不和大家详细说 接着谈论整个4000系列 由4060开始说起 叫做相对值得比较推介的Graphic Card 当然这些全部都是参考的价钱 也不是Gagabyte 是最好的Graphic Card 只是我拿回全部Gagabyte 品牌 它自己推出的价钱作为参考 让大家知道 如果其他品牌的话 价钱应该都是这么常浮动的 Gagabyte 的4060 TI 记住是 TI 版 有16Gbps 的 3RAM 这里可以写到 它相对做 training 或是培训 记录方面不需要太担心 以这个相对平价的入门版来说 价钱是值得考虑一下 当然如果你想再省一点 可能真的要找一些 比较旧的3060系列 但我自己看起来 好像已经不太多新货在街上 接着跟大家谈论4070 Super 这张卡虽然叫做Tensor Core 多了很多 尤其是都见到 它有差不多10%的增长 而且再加上价钱相对 再相移了一点点 如果大家是不会做任何training 基本上纯粹以AI来做画图 其实这个12Gbps 的 3RAM 已经很足够大家使用 如果大家看回4070 Ti 旧版 没有 Super 那个 它的价钱已经去到 6200 了 虽然价格也减了一点 但是就像我们所说 它的速度和 Super 不相差太厉害 但是它的 3RAM 我认为 它在这里相对比较少一点 对于做 training 方面是少一点 而 Ti Super 它有 16Gbps 价钱贵了差不多 1,000 元 虽然 1,000 元买多 8Gbps 叫做 Video RAM 值不值呢 如果在打机的朋友的角度 应该都会了解到 越多 VRAM 越好 其实同样做 training 时 亦是多些 VRAM 最好 最后跟大家谈谈这个 4080 Super 系列的 Graphic Card 当然有最基本的 training 需求 16Gbps 的 VRAM 只不过无奈价钱真是比较偏高 我自己想这样说的是 其实新的 NVIDIA RTX 4000 系列 包括 Super 其实它所有 AI 方面的绘图速度都挺理想的 比我之前可能一年前 讲究竟哪一种 AI 绘图卡是比较理想的 4,000 系列一定是理想过 3,000 系列的 但始终现实就是要看我们自己的荷包有多少钱 以前我也有讲过 其实如果大家朋友不介意 可以考虑用一些比较二手的电脑 买二手电脑的时候 谈记当然确定最好有少少保养 或者如果没有保养 自己也要有少少技术 就知道如何维修 如果万一考虑买全新电脑的话 当然我会建议 Graphic Card 如果可以 今时今日都会推介 最少都要4060 因为3060这类型的多V-RAM 卡 就不是那么容易找到 4060虽然不是真的表现得很好 但也算是一个起码入门门栏 我们都会这样一样的 AI 绘图不怕它 真的慢了一点 最怕就是不够V-RAM 用 所以变成整体上来说 这几张Graphic Card 4,000 系列的 已经是绝对可以满足我们的所有 AI 绘图 大家会问 为什么这么有趣 我们不讲任何关于 AMD 的Graphic Card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很残忍的事实 其实 NVIDIA 在这类型的 AI 运算方面 它发展了很久 软件优化得非常厉害 甚至可以这样说 大部分我们想得到的 叫做 Stable Diffusion 或者是任何 AI 包括了变声那些 都会是透过 NVIDIA 的演算标准的 即是编程的标准 变成了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说是用 AMD 的 它不是做不到 效能是相对差的 大家看这个图表 你会见到就算去到 RX 7900 XT 相对比较好一点的Graphic Card 在 AMD 的角度来说 表现都挺顺利的 大家打机方面不需要太担心 其实打机 AMD 是可以的速度 甚至它可以说是性格比很高 但当你做这些云端的计算的时候 轻质就是你会见到 NVIDIA 万成两三成以上 而最大的问题是 分分钟写软件的人 是没有想过支援 AMD 或者更加是有些用 Intel Graphic Card 的朋友 基本上你都可以 可以说是死了一条心 好了 今天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可以少少这个分享 帮大家去选一张 适合自己应用在 AI 方面的绘图卡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